你怎么善用身体的知觉 有提到说 他自己本身是比较 逻辑理性的头脑 所以我们是想问说 老师有没有什么麻瓜 或者是逻辑理性脑的人 他们怎么样可以更轻松的 进入到我们所谓的 身心灵的世界 我们在影线NLP的 这一个系统 专门为麻瓜跟逻辑 去思考的人 学地气的方式来练习 老师 对不起我这边 我好想打个操 老师要是几年前 我遇到老师的时候 老师如果先开这一堂课 我前面就不会走得这么辛苦 因为我之前就是很逻辑 很理性的人 所以老师那时候真的帮我洗脑 就是洗了好久 我才开始慢慢的 比较容易进入到 就是这个灵性的世界 我们来讲的是说 在NLP我们刚才 不是在前面第一题跟第二题 或是我们其他的题文 都一直在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怎么善用身体的知觉 就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你的双手去摩擦 摩擦久了以后 它是不是会产生热能 好那你摩擦久了以后 你开始本来是双手是合并嘛 对不对 你慢慢的张开 你就会微微的感觉到 有一个麻麻的能量波动的感觉 对 当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的内在的这个知觉 你只要比如说换上 我们在前几集告诉你说 你要有战袍 对不对 对 对如果你有战袍这样一批上去 你说你不会通灵 或是你不会有法力 或是你不会有魔法 当你这个战袍都 就是自己批上去 新毛设定好的时候 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呈现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逻辑 就是我们有很多是 让你的身体的知觉先感应 你的内在 因为你的这些知觉感应到了 你所熟悉的 因为你要眼尖为凭 我们有很多的练习 可以一步一步的让你走 原来你可以透过想象 你可以知道原来光源 光源长什么样子 你就看你的电灯泡 有没有看这旁边有一照光 对不对 把这个光源 把它移到你的内在 就是你从你的心中 想象它可以刮光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层的膜膜 甚至于我们会教你说 那如果你要感应力更强的时候 请你去跑步 当你跑步 跑到开始流汗的时候 你就有热能了 热能你的感应器就很强 对不对 那当你在热能感应器 很强的时候 你刚好你在爬山的时候 跟人家人一人之间 这样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会不会喘 会不会流汗 的那个热能 其实就微微的感应到了 原来其实 我们内在的这个感应 第一个 我们热能的这个感应器 你就会慢慢的惊艳到 当你惊艳到以后 它是我们看不到的 一种知觉能力 对不对 当你的内在的 觉得说这样的感受度 可以把它连结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进一步的说 好 那我们再想象你 身体的这个振动频跟能量 到底怎么样才会有感觉 你说越来越知道 心情好的时候 很轻松的 对不对 心情很承受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什么身体这么重 明明脚也没干嘛 就抬不起来 手也抬不起来 做事就不所力 就好像哪边都不对 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老师其实在 第三个 就是怎么样可以让马华 或者是逻辑理性脑的人 可以比较轻松的 进入这个理性的世界里面 所以其实老师 刚刚有提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可能我们现在用身体的知觉来去感应跟捕捉 我们刚刚老师讲到 可能不管是热能 或者是可能别人的情绪 或者是可能我们想要感应生活周遭的一切 我们讲那个能量的时候 其实当我们越来越练习 我们都能够增加我们内在感知的 好像觉知力吗 就内在知道说 到底就说热能是怎么样一回事 或者是别人的情绪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当我们内在知觉的这个能力越来越累积的时候 再加上什么 战跑一批 心毛设定好 可以越来越容易轻松的进入到灵性的 我们其实在练习的这所有的一切 无非是不是要让你的脑神经的每一个的连结可以更强 当你这个连结习惯系统弄起来 灵性的灵性的灵性的灵性会让你去经验到 当这个事件或是这个感知又出现的时候 你的它就很厉害的帮你马上整个都连结起来 这样子 懂 所以老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越练习 我们的经验越来越多的时候 等于是好像有点熟能生巧 信手拈来 我在运用不管各个人事务上面 我都可以很轻松的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对 没错 好 谢谢老师 这个真的是我自己私心觉得听到这一集的同学 应该真的会有大大的提升